在台灣,兩個人涉嫌去到大陸求學充當間諜案 法院判處其中一個人罪成要入獄 大陸旗南大學兩個校友被控在09至12年間 按大陸要求引戰軍職人員、立委和立委助理等十多人 與廣東省台辦官員見面 企圖在台灣發展組織、吸納台方人員 並違法為旗南大學招生 台北地方法院裁決說被告接觸的軍官、立委都說自己未被吸納 因此判處其中一個被告違反台灣的國安法發展組織未遂罪 判處入獄一年 另外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、偽造文書入獄七個月 罰款21萬新台幣 另外一個被告就正被通緝